昨天上午一艘飞艇突然出现在了南宁市清秀区的上空 由于事发突然差点把正在直勤的警用直升机给撞平了 昨天上午一艘带动力装置的飞艇忽然出现在南宁市航阳国际城区域上空 来回在空中跆旋了几圈 恰好遇上了在这附近直勤的警用直升飞机 把当时正在空中直勤的民警吓了一跳 首先它可能会坠落 坠落的时候就引发地面的人员财产的 可能会砸伤或者说它有动力的 像的可能会有一些燃料在上面 那么坠落下有可能会引发比较严重的火灾 下面坠落到什么地方特别是你通知不了 万一坠落到加油站上面 你想想看会长得这么多火 这艘约7米长的飞艇沿着民族大道 飞到了7岔路口 飞艇上还印着某汽车4S店的字样 民警经过查询 发现这艘飞艇并没有按照程序报批 也没有获得空管部门的许可 为了防止突发状况的发生 警方一路跟着飞艇跟拍 并通过飞艇上的字样 警方联系上了商家 要求他们立即停止此次飞行活动 昨天中午某汽车4S店停止了飞行 记者了解到 通用航空飞行管理条例中有明确规定 任何单位和个人在中国境内 从事通过航空活动 应当向飞行管制部门提出申请预备案 经批准后方可实施 违反规定的将会受到警告罚款 造成严重后果的将会被追究刑事责任